賴清德的說法是互不抵屬 這種說法我相信事情都是跟美國打過招呼的 美國沒有理由不打台灣牌 打台灣牌是精神上刺激大陸領導人 這個言論其實他想達到什麼效果 我自己覺得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古壇事件 身邊有詩先生和浩德 兩位今個星期台海局勢似乎又轉趨緊張 自從台灣新總統賴清德就職演說 他說了一句互不遞俗論 我覺得有點像獨立的宣言 令到內地的反應相當強烈 立即有軍演圍台灣 局勢變得緊張 有些分析認為台灣總統就職這麼大膽說話 其實在背後應該是有美國的密拒 詩先生認為是否有可能 特意一上台的時候被下馬威力 還是他想要什麼效果 是否想內地有什麼立場的改變 其實民進黨支持台獨是很清楚的 還有平時都明目張膽的 只不過當選之後就收斂了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人家說 美國政府不想台海局勢太緊張 所以陳水扁其實就職演說的時候 都不敢說台灣 不接觸這個問題 他黨外自己開會就經常都有說的 所以這一次我相信是美國打台灣牌的後果 就是台灣問題搞到現在這樣的狀況 都是美國在背後有一定的角色 美國說就說成為一個中國 但是他想台灣不會這麼輕易歸納進去整個中國裏面 即是統一 所以他是覺得保持現在台灣和中國 賴清德的說法就是互不抵屬 你大而已 但是我不抵屬於你的 就是一國兩府 就是一個國家有兩個政府 現在就一國兩府都不說一國了 就是我們是兩個獨立的政體 互不抵屬 他這種說法 我相信事情都是跟美國打過招呼的 美國特朗普年代 特朗普已經說了 美國沒有理由不打台灣牌的 即是打台灣牌是精神上刺激大陸領導人 行為上迫你要出來做些事情 那你在國家預算 要放下軍備的比例要近高 即是搞灣蘇聯都是搞太空戰爭 那大家去備戰 我實力強過你 經濟能力好過你 你搞兩搞就搞散自己 那我相信打 美國就不會想打的 但是會搞緊張些 烏克蘭都不讓他打 你不派兵而已 怎樣打法你都會限制他 所以美國我相信 不是想 即是出口就不出手 所以就搞緊張局面而已 那這個言論其實他想達到什麼效果 因為其實內地一定會有反應 而圍著台灣 其實怎樣會對台灣受損 我自己覺得 即是他打 不是真的叫你台灣現在宣佈族 說一些說話刺激你而已 他也會知道打的效果很嚴重 無論美國和中國都不想輕易 即是軍事衝突 在這樣的情況下 中國要打一定的姿態 但是他不引導去開戰 在這種情況下 究竟對台灣會有什麼影響 對中國會有什麼影響 中國還要面對內部矛盾 即是你以前講到恥塵塵 一定要解放台灣 現在人家這樣都說到出口了 你動不動 你也是做軍事演習而已 最多派出的飛機 你不是說要封鎖台灣海峽 如果沒有封鎖台灣海峽 那麼台灣有他的既有的民友生意夥伴 對他的影響不會太大 即是他說 我看死你不敢打 究竟是否不敢打呢 中國能否讓台灣真正感覺到武裝統一 是下一步必然會做的事呢 這個就是如果你令到台灣害怕 改變他的行為 那麼你的軍事行動就有一個作用 如果做完一輪 他依然照舊的 你沒有改變他的 可能變成一種新常態 施先生你的問題帶出了一個 就是近來股市有幾個奇妙的地方 就是內地才拿軍演 可能真的不怕 台灣股市其實是繼續創新高的 中港股市其實早陣子 或者這段時間也有些回落 可能都關台灣的問題 可否跟我們觀眾說說 究竟台灣有什麼元素 有什麼原因呢 在台海局勢緊張之下 台股竟然是繼續向上 第一我想 剛才雅思先生特別說過 台灣和中國和美國中間的關係 不過我覺得 其實大部份在他今次的講話 其實就不算特別擔心 因為基本上大家覺得 都會做這些事 即劇本已經是這樣的 劇本大家都不算太有驚嚇 所以你說台灣本身對於這件事 是沒有什麼反應的 我覺得都是正常的 至於你說台灣本身的股市 這段時間本身都是偏强勢的 因為大家都明白台灣對於 無論香港的投資者 或者全球的投資者來說 他的投資的亮點 都是他的整個芯片產業 這段時間芯片產業當然很強勁 大家可能香港的朋友都會加炒美股 但每個人都會說NVIDIA 因此其實晶片的產業亦是強的 台灣其實某程度 就不關我們直接事 反而是因為它的行業特性 令到台灣的股市比較好 至於你說香港的股市 像國內A股 是否這麼巧巧 就是因為台灣的新聞 是否真的有很大的影響 我個人覺得都不算 其實就是你想想 五月份本身港股或者A股 其實都是一個比較強的聲勢 我們之前兩集 師兄特意說 我預算是一個正常會的調整 我覺得是一個很巧巧的 就是習政的時間 所以你說市場情緒 是否很受台灣的地面政治影響 我個人覺得都是茶杯的風波 未算是惡化到大家會很擔心 在金錢上有重新大的調整 大家可能都不算很擔心 但剛才師兄提出了一件事 就是封鎖台灣海峽 也有彭博報道認為 如果台灣海峽將它封鎖 即是封到的話 其實半導體供應全球會馬上中斷 全球的經濟損失會超過五兆美金 以及美國的GDP按年會減3.3 但中國會更加減了8.9 師兄你認為剛才封鎖台灣 即是封鎖台灣海峽這件事 其實機會大不大呢? 如果封鎖的話 其實是否值得這樣做呢? 網上有些說法 就是中國遲些會拋出一個 和平解決台灣的方案 就會限制台灣在某一個時辰裡面 作出回應 是 接受這個方案 即是這個方案 即是類似一個兩制 那類型的事情 但這些方案 以前國民黨掌權的時候 都沒有接受 你要民進黨接受 機會就很少 所以他們說 如果釋放了好意 都不接受的話 就會採取軍事行動 但這些是網上的說法 不是中國外交部的說法 但如果你說真的出一個這樣的方案 即是現在這些方案叫做安撫 即是大陸的網民 我不是沒有做事 我準備標示 就要誓它 但是 如果真的由外交部說了 你就提了 就不可以說 事實上 你又沒有行動 以後再說 你也不相信你 所以如果沒有開戰的條件 那現在賴清德 可能說完一句 刺激一點的之後 少說這些話 那就平息了 實際上說的 互不從屬 其實都是現在的狀態 現在都是存在著兩個政府 只不過你說你是正統 他說它都是實際存在的 不是說正式改變了現狀 所以我認為 暫時金融市場的反應 都是合理的 即是認為未到會 真是擦槍中火 即是如果真的打的股市漏市 就不是這樣 你看烏克蘭就來打機場 都排隊 每個人都走 不是每個人真的準備上戰場 其中一種擔心 如果兩岸關係升溫 甚至剛才說我會鎖台灣的話 半導體問題似乎可能會影響全球 但浩德其實以你對半導體的理解 現在因為台灣的供應 或者本土生產仍然是佔全球很大 還是其實已經做了一些防禦措施 即使是出現問題 可能也不會影響太大 當然其實這個 自從這幾年中美關係 有些變化之後 台灣其實意識都很高 因為其實認真 我比較貼地怎麼說 其實台灣的大哥就是美國 如果不是因為有美國 其實台灣跟中國的關係 其實應該就跟現在有很大一定距離 所以隨著中美關係改變 其實台灣自己也有什麼意識 如果大家記得 當日北菲特也有賣台積電 最後一些人問他為什麼賣了它 某程度他也有說這件事 北菲特也說 因為地緣政治也是一個風險 是很難去判斷的 你說做生意的人 英國還是馬爾斯老闆 所謂君子不立藝場之 當然他們嘗試將晶片的晶圓等等 生產設施在不同地方分散一下 但是以台積電為計 其實現在八九成都是台灣的 即本土生產 是的 因為你明白 不是那麼簡單 不是像我們中國大陸的製衣廠 我打算搬到假毛寨 搬一些衣車過去 或者衣車不免搬 在那裏重新找人去搞一下 搬到底 產業鏈其實資本開始是很大的 而且你也知道 這些是比較先進 比較精準的設備 你不是說搬一搬 所以其實可能是 將它重新搬 其實都不算好 不切實際的 所以你說就算他們 有這樣的地緣政治風險 將整個晶片等等相關生產搬到台灣 其實第一 可能政界上他們不可以 因為你沒理由 一間很多台灣企業 就撤出自己本土台灣 第二 其實因為他們都比較集中在台灣 所以假設台灣 很簡單 台灣地震 其實真的會影響過晶片供應 所以我想短期來說 這是不能改變的事實 雖然他們都開始 譬如說台積跌到美國 有些新的廠房 但是這個都需要時間 所以我想中短期來說 台灣如果大家擔心 受到天災 即是地震或者戰磨影響 我想對全球晶片產業一定會有影響 最後問到很多問題 其實之前有觀眾問過 你覺得台灣加權指數 現在創新高 其實是否還可以提高一線呢? 這就回到剛才一個問題 就是台灣加權指數 不是本身自己強 而是整個晶片產業很強 全部的晶片產業很強 背後大家都知道 就是因為AI很厲害 譬如大家看到 上次爆料說 NVIDIA出了業績 基本上 除了他們過去這段時間 交到數以外 其實看到幾季 他們都看到 勢是未改的 勢未改 即是整個產業鏈 都在走運 現在生意很好做 所以理論上 應該連帶整個 我相信 TSMC一類的公司 其實接下來 都是生意不太差 如果生意不差 當然股市有上一落 有其他不可不知的因素 但生意不太差 通常就比較硬 所以資金會有這樣的調配 所以綜合兩位意見 暫時局勢都應該可控 如果留意台灣股票的朋友 要留意多些AI股票 關於投資我們先說到這麼多 我們下次回來會再多些經濟和投資問題討論 我們下次再見 寫字樓、商業樓宇 大家都不看供應量 你又買他又買 覺得收到租 然後大陸有很多公司下來 你只有兩厘的寫字樓回報 哪裡有人投 變了寫字樓 這一禍真的有很久消化 因為 人數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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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貴重 暫時 我們提供 百價 人數不看 人數不看 我們 美麗